好 各位观众 我们连先带你来看国际间重要的最新场景 在今天呢 泰国黄山军称为胜利之日 因为他们要包围总理府 而中天新闻团队也挺进总理府 直击整个戒备状况 没想到呢 总理府就突然宣布要宣布封闭所有周围的出入口 而我们采访记者林嘉玄以及李时健 他们搭着摩托计程车呢 是冲出了封锁线 来看在现场的最新情形 马上把时间交给家旭 好的 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呢 是在泰国的行政院但已经成了反对党阵营的占领总部了 而且呢 他们在这个占领总部可以说是不愁吃不愁喝的 因为呢 在这个行政院里头就有一间24小时都一夜的超市 所以对于这些反对党的阵营的抗议民众来说 真的是太方便了 想要吃什么 想要喝什么 只要下楼来买一下就有 而且呢 就在这一间超市的正对面 就是现在反政府抗议组织他们的临时大本营 我们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有一整排的壮汉 是抵挡这个媒体进入的 里头呢 反对党阵营的领袖宿天正在里头办公室 我们在这一场抗论行动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反正政府的抗论行动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甚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 速简面对媒体的询问是无发抑郁的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在这一场占领行政院的这个抗论行动当中呢 很多人是西家代卷来到现场的 即使在台上呢 有政治支持者在不停的演说当中 但是这些民众呢仍然可以席地而睡 甚至准备了覆盖棉被 当然我们特别观察到的就是现场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年纪轻轻也来到现场成为抗争运动的一份子 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在这场抗争的情况下 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下一波的冲突 有人担心这些小朋友这些无辜的民众 有可能会被当成所谓的忍肉队牌 泰国反政府组织宣称12月1号将会是全民的胜利之日 但是在12月1号到底会发动什么样的抗议行为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所在的位置警政署将会成为一级战区 所以现在呢很多曼谷的市民还有国外的观光客都在附近围观 因为大家也都蛮好奇会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现在天桥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整排的都是曼谷的市民 他们拿着照相机在拍照 因为呢他们发现在警政署前面的大楼呢 已经集结了大批警力了 而我们现在要做一件曼谷市民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直接走入警政署 由于警察们非常担心现在进入警政署的民众 有可能是抗议人士来导弹 所以所有进出者都要凭着证件才能进来 那么我们因为是记者的关系 所以可以直接入内采访 不过在画面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的就是大批的蛇龙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这些蛇龙是备用的而已 因为目前呢在警政署外头已经围了一整圈的蛇龙 所以这些是为了避免有更多事端发生 另外我们可以再看到的是 现在有一大批的警力呢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盾牌 并且全副武装包括防弹衣已经头盔 全部都已经着装完毕 而且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刚刚也看到有很多警察是带着睡袋以及食物来境内来这个站缸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场抗争将会持续多久 所以不只是外头的抗议人士呢 做足了所谓的准备 连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支援警力 他们也已经做了大批的这个除粮以及这个睡袋 也要做长期的这个对战的这个态势 那么甚至于呢 消防车还有救护车都已经来到了警政署最接近门口的地方 因为大家预计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 将会是12月1号倒数计时 红山军黄山军甚至于人民与政府在对峙 甚至有可能冲突一触即发最明显的地方 以上是记者李世建林佳玄在曼谷市中心所做的采访